小哥 董哥 王涛 兄弟 队长们好 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舞蹈 我们给自己起了个新的队名 叫做鸟语花香 我是来自成都 Hallodance的黄霄 我是来自成都 Hallodance的王涛 队长们好 我是来自成都 Hallodance的董哥 都是成都的 然后我们风格偏Jazz一点 然后在第一轮的时候 都是王涛尔队长这边 我决定我这一轮先不说 对 我学到了 那我就知道有多好 你还蛮喜欢四川的选手 没话说 没话说 没话说不评论 真的他他他在你的心中 不认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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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认识 谁啊 太知道保护对手了 真的知道了 哈哈哈 有点担心了开始 赛制的规则 优势 是更炸的一个舞台 但是我觉得 黄霄他们三个是编舞的风格 所以是有吃亏的部分在里面 加油 赵哥加油 哦 哇 好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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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 不知道 你 不要 你 不要 不要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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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来到了大处人 憋在心中 半天了 这就是艺术 艺术度高的同时 比拼的能力也很高 所以就没话说 所以我才会说这就是艺术 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四位队长是如何的评判 黄肖老师 他的编排一直都非常细 精细到艺术的另外一种感受 真的非常厉害 真是个前辈 Hallodes他们的编舞风格 就是比较偏古典舞一点 融合很多现代舞的元素 跟他们的Jazz加在一起 那是他们的特色 那个真的要看喜好 不喜欢的话 那可能他们就完全没有用事 艺术队长 听说也没有那么的喜欢Urban 他好像对Urban选手蛮严格的 他比较喜欢 old school battle 型的选手 最后的判断是三 二 我很期待黄肖 怎么看 一 我想问一下这是谁谁编的这个舞啊 我们一起编的 我们一起在选歌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这首歌很有生命力 然后我们就想到 其实世间的树 世间的草和人 他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能有生长发芽的时候 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有落叶归根的时候 然后再到重生 这就是生命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种感受 把它放在这个舞蹈里面去用我们的方式诠释出来 对 因为我能看到起伏最开始的一些那种碎点 然后到之后一些大幅度的动作 我是感觉能看到慢慢生长的感觉 对 很棒 我觉得那个像是一幅水彩画 然后里面会有有山有流水 然后有牛在叫 就是给我一个另外一款境界的精神层面的一个感受 他用的是中国的一个一首明月 然后他又在明月上加以表表现 各种各样的舞台 各种各样的生效 这也是我想要组战队的成员 恭喜你 谢谢 全票通过 谢谢 太厉害了吧 这就是节目 好的 精彩越来越升级了 那接下来一组选手是什么样的呢 有请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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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ön事队 哟哟 哟哟 激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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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 激哟 激哟 大毛 那个跳泥哟的 他们总共一百位舞者里面 就只有三位跳泥哟 非常非常期待 泥哟 泥哟 算了 先看气势我觉得应该是蛮强的一组的 是不是 这之前是谁知道的 中间是我的阶段 但是我没有给过 只有一星哥给救回来了 对 因为我很喜欢Krump这个舞种 希望有更多Krump在这可以展现舞台 所以等于都是一星的 我之前有听说 一星最近一直在练这个舞种 对 因为我拍那个音乐视频 有叫 我打一下歌吧 我的专辑那个连那首歌出来了 好甜 伯伯太闹 什么什么 连 连 对 打一下歌吧 我 我没听这首什么 连 连 那个字怎么读 连 副歌是怎么唱的来着 I'm the lead Yeah 他打一波歌 我最想看的就是Krump 其实Krump这个舞蹈 大家很多人可能不是非常的理解 包括有的人跟我说这是打架舞 不是不是不是 我觉得他是一种用这个舞蹈 去宣发一些愤怒跟情绪 他用一种暴力美学 去给大家展示当下的状态 跟他想要表达的自我 因为是Krump 因为是Krump组嘛 一定要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 希望他们可以展示给 大家看其实Krump是这样的 力量美学 感觉 我找你